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魅力饗宴 散發魅力讓你更美麗 相信我們去逛藝術展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看到非常多的雕塑 可能有石雕 有銅雕 有木雕 那現在又多了一個新的名稱 叫做軟雕塑 那軟雕塑的名稱 其實在最早的時候 我們可能聽到的是 從草菅名聲 草菅奶奶的作品開始來的 那到底什麼是軟雕塑呢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 軟雕塑藝術家林金融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什麼是軟雕塑 金融老師好 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軟雕塑藝術家林金融 好 那金融老師一看起來就覺得自己 他自己就很像軟雕塑 因為你就會覺得好像就是很鬆軟的感覺 然後會覺得有一個溫暖的感覺 那我想請問一下那個金融老師 你的作品這麼多 就是通通都是用布的材質 然後還有就是襪材 還有棉花 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什麼是軟雕塑 軟雕塑其實在 這是當代藝術的一種一種梅材 那其實軟雕塑它是透過軟性的素材 那襪材是一種 那其他的素材軟性都就可以 然後結合了棉花 這樣一個很特殊的素材 放進去之後其實產生一種壓力之後 塑造開始雕塑 當一顆棉花的襪材之後 其實開始在上面做一個立體的雕塑 然後成型之後其實它出來的東西 它會慢慢的收成 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軟雕塑 那就是軟雕塑跟一般雕塑 它最大的差異性在什麼地方 軟雕塑其實在所謂的一般的 所謂的雕塑品它是減法跟加法 有的是像所謂的木材 它必須要去減法 不斷的去把它消除 然後找出一個原型出來 那食材也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是慢慢的去加上去 比如像陶土 像黏土 不斷的加上去之後 其實就是加跟減之間 但是軟雕塑不一樣 軟雕塑是當你放進去 就是完整的一個區塊之後 我們在上面沒有加法 也沒有減法 我們只有在上面 不斷的去造成它塑造出 雕塑它的立體面 對 這是一個跟其他媒材 不同的地方 可是金融老師 相信你之前就是 看你對於藝術 其實已經有這麼多年的時間 那當時你為什麼會選擇 軟雕塑做這樣的一個素材 或你為什麼不是想說 用木雕或是用石雕 選擇是一個軟性素材 去做雕塑 這也是一個很強的機緣 因為我們上一集說過 其實透過這樣的素材去雕塑 那因為廣告本身的關係 長期的在訓練廣告上面 我需要一個最快的方式 然後就可以完成 剛好這樣的一個襪材裡面 它是一個四面八方 完全是密合的 對 透過這樣的密合當中 其實可以塑造出 其實我想雕塑的作品 那因為其實不管是木材 石雕 各種藝術雕塑 其實它沒有像這個東西 素材的軟雕塑 用襪材去創造出來的 它會有神韻這麼強烈 對 對 對啦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看說石雕 或者是木雕 它表情那樣就是那樣 可是這種軟性素材 我感覺它好像會隨著濕度 然後它的那個表情 它就是會改變 因為曾經我看過老師的作品 就是在它剛縫出來的時候的 那個剎那 你就會覺得這個臉看起來很生疏 然後再放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這個臉就開始變得很緊實 可是老師當你在雕塑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把就是 年齡這件事情把它雕塑出來 這點非常奇特 但這也是一個祕密 我想其實今天可以透過這個節目 告訴各位 對 因為其實要塑造一個年齡 有差距的方式 其實它的秘訣在棉花的拿捏 對 一雙其實簡單到不行的一個襪材 但是棉花的拿捏 它的頸度 它的所謂的磅數 對 我們講就是力量本身投進去之後 鬆緊之間其實決定了這個造型 之後軟掉素造型的一個年齡不同 對 比如說今天需要一個比較有一點 上年紀的一個阿嬤 那它的棉花進去之後 其實在某個部位必須要加重力道 對 在某個部位必須要加重它的 所謂的鬆緊度 對 所以一個造型拿捏 不要小看一個 一個 一坨這樣的一個造型 它裡面是隱藏了不同的 這所謂的鬆軟 對 因為鬆軟決定了這個 創造出來的這個年齡的 它的軟硬度 對 那比較可愛的這個寶寶 它可能鬆軟一點 但是它不能太鬆 對 因為拿捏出來它會很多皺紋 所以這種之間的 那種縫縫補補之間的 針線活其實會受到促進 它不一樣的年紀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在看老師的這個作品 這個都是訂製的是嗎 是 那我看到它訂製的這一些就是 每個人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所以它想要留住那個最好的時刻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有小Baby的臉 就是你居然可以從一個雕塑裡面 你就可以看出它的年齡 但是它不是用硬的 它就是用軟性的 就是以棉花的鬆軟度去調整 就可以看到出這個臉是緊實的 還是放鬆的 是 那現在在台灣除了您有在做這件事情之外 還有其他人有在做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軟雕塑的創作嗎 我們我們的團隊開始 我們的藝術團隊其實是從我們那邊開始 巡捏開始 我們藝術空間其實有這樣的一個培訓計畫 那這個培訓計畫其實從第一個 一定要很喜歡 你有興趣 然後慢慢地培訓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藝術空間其實也很多 很多衛衛的藝術家 其實也開始在做這個創作 藝術的培訓 透過不同的這種所謂的動物款 去拿捏出來 所以我們會依照他每個藝術家的個性特質 去幫他找到處於他自己的天賦的 這個軟雕塑的這條路 每個人呈現出來的藝術品 然後甚至於動物款 人物款其實會不同 對 所以其實我現在看 目前台灣好像沒有人在做這樣子 就是用襪材 然後去雕塑一個表情跟什麼 因為其實有兩個有彈性的東西 加在一起其實是最難雕塑的 因為它很容易跑來跑去 所以現在老師的就是藝術空間這邊 還有一個藝術團隊 然後就是大家一起就是在推廣這樣子的 一個軟雕塑的文化 那當時為什麼就是藝術空間會想要去 推廣一個是屬於軟雕塑 因為大部分的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是畫或者是一般的雕塑 為什麼獨獨就是情有獨鍾 軟雕塑這個樣子的一個素材 我們藝術空間的董事長跟創辦人 其實在我們開始跟合作的時候 其實它秉持了一個信念叫真善美 還有所謂對美的東西的一個標準 那因為我們想傳達是一個溫暖跟愛 剛好這樣的契合是這個素材 它可以表達出來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專注的聚焦 透過這個軟雕塑 襪材的塑造 把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情感 把它連結起來 因為這個素材事實上是目前我覺得 我們最容易去表達的 所以我們藝術空間其實主軸 目前的主軸開始會用這樣的方式 去推廣所謂的軟雕塑文化 對 因為這個東西事實上 它會凌駕其他的這些媒材 所不能表達的這種情緒跟愛 對 就是柔軟的這一塊 其實我覺得現代人真的很需要這種 就是透過藝術來美化我們的心靈 就是要把這個柔軟的這一塊 把它呈現出來 那老師我看到你這裡面 你有好多兔子耶 你是很喜歡很喜歡兔子嗎 為什麼你這麼熱愛做兔子 除了就是有人之外 就是怎麼做都是跟兔子有關係 是什麼原因你這麼愛做兔子 兔子是一個非常百變的造型 那不管是國外或國內 乃至於其實全世界 其實兔子的表現 事實上它是可以表達很多很多情緒 那再加上其實我喜歡有變化線 對 那我們知道說兔子其實牠可以很優雅 對 牠可以很高級 然後牠也可以很可愛 對 然後牠甚至也可以表達很多很多情緒 所以牠不同於貓 貓有強烈的所謂的這種 這種所謂的侵略性 侵略性或孤獨性 然後狗牠就很憨厚 所以唯有兔子 牠事實上可以有很多很多情緒 而且百變 對 所以剛好符合其實我在創作上 創作上的一種所謂的多變性 那你總共有創作過多少兔子 如果數一數其實到現在應該有好幾萬隻了 好幾萬 那好幾萬也是都有什麼樣的靈感 那就是你就是直接看到一個 你是先看到一個兔子 然後再去找一個素材把它做出來 還是說你看到一個素材 你就會想到可以把它做成一隻兔子 最早是我會先畫 先畫草稿然後再去塑造 後來慢慢對素材的這種所謂的這種敏銳度很強烈 當我站在所謂的襪子店 或甚至去到國外去參訪一些其實襪子工廠的時候 襪子的素材 在那邊我其實會久久不能置疾 因為我看到襪子我就知道它要做出什麼樣的造型 我前面會有畫面出來 對 所以你就是只要看到這個素材 然後你就覺得說這個就是彼得兔 這個就是什麼兔 然後你就會有感覺就把它塑造出來 對 那平壤時你怎麼去累積這樣的靈感 這個只要站在一面襪子上面 我們只會想到說它可以搭配什麼 可是你卻可以看到它是可以變成另外一隻什麼 對 應該是說其實在過去的工作當中 創意 創意透過觀察 不斷地累積很多的素材 當我的資料庫有很多這樣的素材之後 其實當在創作的時候 其實對那種質感 那會變成是什麼樣的情緒 什麼樣的造型 今天要做出一個比較有年紀的 我可能選擇比較厚重的襪材 色系上面可能走中性色 所以色彩 素材 質感 它乃至於其實它的所謂的磅數 其實會決定其實我們要怎麼創作 所以這一連串的東西不是一觸可及 是我長期在二三十年的這種廣告生涯當中 透過不斷地觀察還有經驗累積而成 那老師像你做這麼多的兔子 你現在目前來說軟雕塑 你做過最大的尺寸大概是多大 最大尺寸應該兩百公分以上的一個大型的 我們所謂的就是大型圖這樣 裝置藝術 兩百公分 那怎麼進門啊 那個門有些收到不到那邊去 因為還好有彈性 所以還沒收成之前 我們是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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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塑到 把它清 可是你全部都是用針線縫嗎 因為很多人他可能是用機器 可是你全部都是用針線去縫製 對 那兩百多公分這樣 你要創作多久的時間 要一氣呵成要好幾個禮拜 然後就不要睡覺 然後一氣呵成就一直縫一直縫這樣 逢到會廢寢 妄事 那都是你自己一個人 還是說團隊跟你一起 創作一個這麼樣大的作品 目前創作是由我自己開始做 因為只有那個時候 其實全程投入的時候 才知道說那個東西 要怎麼把它成形出來 對 那你去哪找這麼多棉花 你要買多公分 棉花至少要塞多少進去才有辦法 應該二三十斤的棉花那麼多 二三十斤耶 你看我們平常只想到棉花 就可能只是拿來做棉被 沒想到還可以把它拿來做一個 這麼大型的裝置藝術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有沒有做過最小最小的兔子 大的來自於兩百公分 小的話來自於大概一點 一點五一公分以內的這個大小 那這樣你的手不會錯亂嗎 就是一下縫大一下縫小 所以有的時候我想 必須調節我們手的記憶的時候 我會試著做完大之後 一定會拿一些 可能就是我們的一些邊角布 然後開始慢慢去雕 因為這樣這時候才能調到中間值 所以那是一個自我在訓練的時候 調整的一個過程 所以做得很大之後 我會讓自己的手回到可以做到最小 最細 這時候其實手的這種記憶才可以有彈性 所以當你在創作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什麼東西 一定要把它做大才好看 或什麼東西一定要這樣做小才有感覺 對 今天如果要做小的話 一定做得很可愛 很討喜 那如果今天要做大的話 其實就是它的氣勢 氣勢的時候其實要做大 但是重點它的表情就可以很單一化 但是如果想要做比較有神韵的話 中小型是最適合的 因為它的肌理 它的素材都可以表現出來 所以你也去讀解剖生理學就對了 要去了解它的肌肉紋路 我曾經看過你一個作品是 很像超人有肌肉 那你是怎麼捏出來的 因為透過素描 素描的過程其實會善於觀察 就像說今天過去的一些大師們 其實他們為了研究這個人體的結構 雕塑出來 其實他們會近距離的去觀察 人體的一個所謂結構會去解剖 但我可能沒有那種能力 但是我透過素描觀察 所以我常常會站在街頭去觀察 人的整個舉動 言行 舉止 然後還有他們所謂的一個身體的一個線條 所以透過素描 素描是讓眼睛可以精準的 去看到細節 所以即使我們在所謂的雕塑之前 一定要有素描的基礎 你才能夠把它很多的基礎 然後把它創作出來 那像在這個軟雕塑你覺得 就是目前你有沒有覺得想要未來的展望 可以把它發展到一個什麼樣的極致的狀態 我希望透過軟雕塑這樣的文化去傳達一種 真正的還是就傳達溫暖跟愛 因為透過這個作品讓每一個人去產生共鳴 到目前來講其實十幾萬支的這種作品 其實每一個人共重點不同 那我多麼希望其實每個作品其實在世界各地 都能每一個人都能透過這樣的作品 產生跟他有共鳴的方式 然後讓他的人生 讓他們家庭 讓他跟人緣之間其實這種所謂的 能增加他對愛的信任 對 這個我覺得真的還滿重要的 所以今天讓我們透過就是金融老師跟我們分享 就是軟雕塑其實它跟一般的雕塑品其實很不一樣 重點是它的愛還有它的溫度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的柔軟跟彈性 其實這延伸到人際關係 所以下次如果我們再去就是你去參觀展覽的時候 你有發現說原來這就是很像娃娃的 或者是感覺說起來它怎麼都是軟性素材 所以這就叫做軟雕塑 今天我們長了很多的知識 所以下次我們去逛博覽會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了解原來現在當代藝術 還有這樣新的素材 那今天非常謝謝金融老師 謝謝主持人 謝謝 那我們一起享宴下次再見囉 拜拜